《中文字幕》 到了最後一節 《左馬》的時間 其實剛才在第五節結束之前都說到 其實很多時在一些抗爭行動來說 很多時都會看到警方為了意維持秩序作為理由 於是對一些參與運動的人 用一些比較暴力的手段 或者甚至會將他們戒上警署 然後再進一步行動 其實作為兩位參與者 我想多不少一定會上過警署若干次 或者無數次 其實你覺得整個過程裏面 或者可以再說一說 因為我知道其實在整個過程裏面 你都曾經被警方受到一些對待 或者在你的部分 我們很斯文的一次 就是說被人抓 不是代表我們不斯文 但是我們整體來說 從來整個運動都是很清楚 是一個說道理 令到香港市民多些人知道的事 但是現在我們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在立法會 因為當我們在旁聽席有幾十個村民 然後聽到鄭宇華 他又不下村 然後又在這麼多議員面前去說一些扭曲的陳述 而這些扭曲的陳述 其實我想要搞清楚 或者令到希望各位都了解多些 就是那天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日子 因為如果沒有 就是立法會的鐵路事業 小組委員會 如果沒有這個蔡元村村民 在那裡的一種壓力 或者沒有外界剛剛開始對那些問題的質疑的話 譬如對造價或者對客流量評估 這些問題的質疑的話 其實他很可能在那天就會通過一個 支持起這個高鐵現方案的議案 就直接跳到財委會的討論裡面 就是說已經撥錢了 所以這個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就是跟蔡元村要清查 他們要被迫遷是平衡的 所以村民是很緊張很緊張的 就是說他任何他覺得 聽的那句話是 他會覺得是變相 是令到我沒有了家 都是一定要作出回應 這個是很直接的 我記得ROTV另一個節目 陳景輝都提過那一點 就是你聽到一些 無論是對你自己的居所 就要被遷冊的事 或者是聽到這樣的大話 有一個官員說出來 其實是無論誰都好 都應該有勇氣站出來去指揮他 結果就是立法會的保安 因為他們有法定權力 說如果我們一邊圈蛙的話 就用藐視立法會的罪名去拘捕我們 其實是立法會的保安拘捕我們 他們拘捕完之後 我的理解就是聽到 他不是說你們出場嗎 其實應該是先踢你們出場 他踢出場 其實是拘捕過程的一部分 他現在宣佈說你要出了 其實他當然有很多著情權 到底是踢了你走就算了 還是說踢完你走之後要拘捕你 又或者現在我們面對的情況 就是踢完你走之後再拘捕你 再交給警方直接去做調查 我們是去到最盡的了 他最嚴苛的對待 就是我們已經受到的滋味了 那我其實今次覺得那個印象 其實不是警察是 就是最後接收我們那幫的人 那比較過分的就是立法會的保安 其實他們是對於這一種的場面 好像很不懂得處理 就是你要去到用這種這樣的姿態 去對付一些其實他過去 就是你知道香港的權力是很不公 很不平等的 大家在制度上的暴力面對這麼多 你在一個這樣的場合 面對自己的生死 跟著你說一些東西 是指斥對方的不是這樣 跟著你好像要 就是你其實就算你那個條 就算你自己的職責是說要去平息這件事也好 都我覺得不需要去到使用暴力 或者去到立即要令到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要入警署 十隻手指打手指毛 跟著要拿著一個 就是拿著自己寫著的名字 那些紙去拍照 沾臉去拍照 我覺得這種屈辱其實是 很明顯是他們刻意選擇去叫蔡元川的村民承受 我作為一個支援者 我也試過這些事 但是對村民的影響其實很大 你這樣去收入 但其實是不是需要這樣做呢 如果根據這個程序 其實是他有著情權 就是說我們了解的就是 其實是沒有一些的例子 如果你立即 你一在立法會裡有叫 你就立即要去送到警署 其實是沒有的 這次據我的了解 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態來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反而是去到警察局的警員 比較體恤老人家的狀況 他說快點走了 因為六點鐘 如果按照我被抓 可能我第二天才放 但是老人家 那麼早點 就給他九點走 我覺得是這次立法會的處理 是有些令我覺得很不舒服 好 是啊 其實如果相比較之下 就是立法會我們坐在這裏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理我們 就是我們在等待事件的時候 反而在警署他們都會安排 煽食給我們吃 在立法會都有整半個小時到九個字 可能他們連水 就是不是可能 他們連水都不會遞給我們喝 回到之前發生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保安人員 其實他們可能是過度緊張 我們甚至有七十幾歲的老街坊 他們已經是封住口罩的了 可能是不舒服 他們都會去叫他們 你不要吵 跟著我的街坊 就會拿起口罩 我也沒有吵 為什麼你要抓我出去 在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這麼多老人街 我都有呼叫過他們說 其實你們不要再這麼衝動了 因為那些老人街 可能他們會有病 有心臟病 我們大家都負擔不起這個責任 但是保安的人員都是比較 我覺得有點屬於粗暴 或者是比較好像 一定要壓住那個場 好像要維護 好像我們會發生什麼大事 扔東西 或者是打人 去對待我們 其實大部分人都坐在那裡 都沒有坐到最後 還有我知道 基本上你進去之前 基本上你好像要放下袋子 基本上你都不會 放下袋子 如果大家未去過 可能都同意說 我又補充 我們補充 其實會差不多 有十分鐘左右就完結 所以我們都好像 朱凱迪這樣說 因為這個會當我們很重要 我們是期望聽完 所以其實只剩下十分鐘的時間 我覺得那個處理 其實大部分人都很靜態在那裡 如果是一個會 即是說立法會 或者是主持人能夠安排得好些 其實他們聽完 然後讓他們離開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大團圓結局 也不是說開始的人已經是騷亂了 那我怎樣忍到去埋尾 而是差不多已經埋尾了 所以其實你看回整個過程裏面 如果官員本身 他自己想用一些可能扭谷了的事實 那希望你說混淆視聽 或者可以門天過 可以令到再長一些 其實是一些相關的人反感 而有反應的話 我想其實鄭宇華應該 意料之外會發生這件事 那其實我想差不多 對到節目的尾聲 那我知道其實 在十月一號 你們是不是有一個 即是搞了一個活動 可不可以很簡單介紹一下 好啊 那我們再說 我們這些支援的人 其實很多朋友都想幫忙做一些事 但是有時候都可能 比如說落手落腳 去示威又未必懂 但是我們很多 譬如玩音樂的朋友 或者做行為藝術的朋友 他們會想到一些方法 去希望鼓勵到村民 或者令大家開心一些 在這些時候 所以十月一號 國慶 我們就在蔡元村 四點鐘下午 就會有一個音樂會 那個音樂會 都沒有什麼主題 都是支持不遷不察蔡元村 還有我想都藉著 國慶節這個時候 我們去反省一下 即是說現在到底是一種什麼的制度 令到現在 即是村民要面對這個處境 而這個這樣的處境 是不是其他香港人都覺得 他們現在享受的事情 就要這幫人去犧牲去獲治呢 這個機會 希望大家都會出席 我剛剛想回在六十年前 毛澤東在這個天安門城樓 說過中國人民站起來 但是從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況來說 就是說 究竟政府有沒有尊重蔡元村居民 有沒有讓他們有尊嚴地站起來 還是要他們按下的話 其實整件事的發展 大家都可能一清二楚 或者向左網的時間去到這裏 先多謝兩位嘉賓 多謝 多謝 OK 下星期 我和祥媽媽繼續向左網 和大家繼續討論一些熱門的話題 下星期再見